找阿姆的景色 这架红色的也蛮好看的 我们现在在阿姆瑟丹 这是它的景色 你看它有一个三面大窗的景色 来了 气死法国人生好 这是滑雪丫 好可爱 这个太可爱了 我们要上飞机了 去德兰阿姆瑟丹 我们现在到荷兰了 然后在上飞街里 入住的酒店就是酒区 这就是焦糖华夫 特别有名的 爹 我们进去看一眼 焦糖华夫 看见现间的 可好吃 你看各种顶 我们要了一个焦糖的 然后一个核桃的 看看我们现做呢 这是给咱们现做的太好了 哇 两个花菇饼 下个是13个欧元 但很大 你没发现它很大吗 这一个都够四个人吃了 那双层 花菇的天花板 这真的是好漂亮 哇 谢谢 还带一个湿纸巾 哇往下掉的 真热的 哇 这有开车没有 焦糖 焦这么多焦糖 哇天 这个太狠了 那有开车没有 焦糖 焦糖 焦这么多焦糖 我天 这个太狠了 最近 它机场也很近 我们打车是40块钱 差不多 40欧 然后从机场到 市区 我们住在那个flower market的 花卉市场 打车过来30多分钟 也不堵 非常好 看荷兰的夜景 这种小房子 一和而建 我们其实就住在景区里 就住在花卉市场 那台公寓 然后那个公寓是挺好的 但就是这个楼梯太窄了 如果你们带大箱子 就不建议你们住 公寓里有洗漆 我刚才把衣服给洗了 因为一直在外面走 这是阿姆最繁华那条街了 不过今天好像一直在装修 我们今天就要去这个酒店 海城大酒楼 海城大酒楼不是周杰伦也来吃的吗 这边的红农区啊 然后进去 这边就是 小街 红农区 海城大酒楼 对窗的位置 什么酥 这个是 叉烧酥 嗯 看看啊 这里边好多层 他们家下午就开只有7点慢点 香 哦 这么辛苦 嗯 还不错 好多层 其实在欧洲吃中餐 要门是英国 要门就是真的 是 像荷兰这样的地方 阿里就比较新派的 嗯 没有广东人 像荷兰真的都是广广广广 都是老派的 香港人啊 对 粤菜的厨师在这边 对 太好吃了 它特别酥 里面的茶烧油 特别好吃 梅菜扣肉 硬饭啊 饿了饿了 这是鸭舌 咸水鸭舌 不得不说 它这梅菜扣肉 真的好吃 太入味了 又而且又不浓 又清淡又好吃 阿狗 很高 嗯 这做的真的是 很高 嗯 超级难 这很少见啊 嗯 中餐里面很少见 嗯 看这里面是什么 素的 是晒雨宝啊 夜游的船 菜心 伦敦回来 这价格真的可以 这要在伦敦怎么也得五百块钱 五百八 嗯 现在伦敦疫情之后的物价 涨的确实是涨得很 真的是涨得很 而且它也没有服务费 伦敦还强制收益15% 看这个荷兰的这个 菇达奶酪是最有名的 它有松露的 这是松露Travel 然后还有羊和松露 羊奶酪 这个菇达你们要来的话 一定要买真的挺好吃的 这种包装的你回去就可以 吃了 看这个菇达奶酪 就是它有点痰痰的 它是属于硬奶酪和软奶酪之间的那种 这是荷兰奶酪巧克力 老阿姆斯特 奶酪巧克力 看这是那超大的那个菇达 买了一个乌花果的bread 这纯用乌花果做的很好吃 这叫水霸广场 然后这是阿姆皇宫 这样 这样 哦 Grand Hotel 荷兰皇宫 荷兰皇宫 荷兰的晚上热闹吗 超级棒 我跟你说就是在瑞兰是没有夜生活的 他们都是来嗨的 因为阿姆的那个夜店特别有名 电音 就那什么叫 One Amsterdam House 什么的 都特别有名的夜店 这是最有活力的一个城市 对 而且一个水上城 非常棒 阿姆的鸭鸭 看潜水鸭 好可爱 这个红毛鸭 各种鸭 然后你可以买一个你说顺着这河飘到那个海里去 飘到海里去 飘到海里 但是有点可惜啊 这个放家里很好看的 这限量版的鸭子 哇 这鸭子现在也都成手办了 对呀 哇 这个鸭也太好看了 这是肌肉鸭吗 这是滑雪鸭哦 好可爱哦 这个太可爱了 滑雪鸭放油缸里的 各种鸭 我们睡的这公寓忘了拍了 有点乱啊 这是主物 然后厨房 它最主要是有一个叫什么 有一个洗机 然后咖啡机 它这个公寓还挺不错的 原因就是为什么订这个呢 然后这还有一个沙发床 然后就是它的景色 你看它有一个三面大窗的景色 正好对着flower market 然后前面就是珠碧塔 可以看到前面那个塔了吗 珠碧塔 就在这珠碧广塔 然后顺着这过来 底下是flower market 底下是各种市场 在这个位置很好 我们就住花卉市场这个楼上三个玻璃 这个下来就是荷兰的花卉市场 以前都是玉金香 以前那种的 就是那个 对可以种的 每年四月份五月份就是 荷兰的玉金香节了 哇全是玉金香的种子 各种玉金香种子 哇好想买点回去种 mix it yourself 你可以自己混合各种种种子 漂亮的阿姆斯特达 好漂亮啊 阿姆的老教堂 我才拍上这种一排一排老房子 感觉可好了 哎你们仔细看这个咖啡厅 它是斜着的 它并不是一个正的啊 这整个这一排楼都是斜着的楼 并不是一个正的 到了阿姆的花花自行车了 看底下都是游船 游客们坐着船 在阿姆也可以坐到这样的船 然后还有那种晚上的夜店船 特别逗 阿姆本身就是夜生活很丰富的一个地方 还有一艘船来了 想要坐船呢 可以从这里坐船 这就是它的老船港 很漂亮 就在维多利亚酒店的旁边 我们现在到善德街 唐人街 里面有很多中国的 刚才都过了 还有中国理发店 中国餐厅 中国按摩店 中国小商品店 这也是一个中国的 看 那看中国超市 各种中国超市 这家就是也是中国的超市 然后这是永春堂 中国中药店 全是唐人街这面 然后还有一个庙 荷兰佛光山和华寺 这个是 这是南 这个不错 这是南济十家 看 烧鸭烧辣 南济十家 真的 海天酒楼装吃中日便宜 看这可爱的 卡巴衣 卡巴衣的衣服什么的 很多香港和广东人在这个街上 这华人善德街 很多很多的广东人 所以都是粤语 我们现在进到荣寂 荣寂饭店 看了吗 温期 来我的三片粉 你看看 这是 三片粉 看 它有鱼蛋 烧鸭 叉烧 鱼蛋没看到 鱼蛋在底下给你看 这是三片粉 他们家这个不是最正宗的吗 然后这个是混沌汤 这是三片烧鸭烧肉 还有茶烧 然后这是牛杂 他们家都是纯广东人 非常非常正宗 这个是 这个面超正宗 确实好吃 很棒 牛杂好好吃 就菠萝包啊什么的各种什么都有中式点心 尝一尝 你好海天的面包 这个海天的点心中式点心茶烧包 什么都有 好嘞9块钱哈 好 我们买的 现在我们就到了红灯区了 阿姆的 刚才就是里面各种 这叫阿姆斯尔丹的红灯区 红灯区的 女人们 好性感 看这边都是各种自行车让你照相的 照阿姆的景色 这辆红色的也蛮好看的 我们现在在阿姆斯尔丹 今天真的天就得好 出太阳了 然后整个的那个 就是把他这种美呈现出来 不然我还很担心 我还很担心他下雨啊什么的 然后那个 看不到特别漂亮景色 今天就踏上了 最近马车很漂亮 虽然说这场是出差 但感觉阿姆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啊 这次之间穿插了很多河 然后对吧 特别漂亮 包括大港口那边都很好看 如果你没有机会 也可以开车去 这个羊角村啊 风车村啊 去看一看 然后海牙啊 国立博物馆什么 都可以去看一看 那边也很漂亮 路德丹 但我们今天是实在没有办法 所以就留在阿姆斯尔丹拽一招 我们晚上要办公 我们继续出发 去尝尝阿姆斯尔丹的海鲜 海鲜餐厅 来到这个派斯卡 看到吗 就这个名 派斯卡 海鲜餐厅 哇好棒啊 各种吃的 选菜来了 这是这个软盆馅 特别好吃 我们的海鲜点了184块2毛8 但是还不算酒水 就在这点好 然后进去吃 选酒水 自己选 面包来了 来了 我们的生蚝上网 你看它生蚝里面浇了好多汁 各种各样 还有分解 这是第一次见生蚝这种做法 我觉得法国人可能能给你气死掉 看完 来了 气死法国人生蚝 它的名字叫气死法国人 不是 它是调味生蚝 就是口味更为复杂一些 加了很多的烹饪呗 别说还挺好吃的 就是烤了海菜 加上小番茄 加上橄榄油 真挺好吃 是吧 嗯 真的特别不一半 好吃好吃 有点日本味 因为这海苔的原因 嗯 不错 别说这酸汤柚子味说好 还有这海苔味的 真的挺颠覆的 我们的软壳蟹来了 刚刚活着呢 这软壳蟹 可新鲜了 正吧 这是三只大虾 胡椒的辣的大虾 然后这是什么 沙拉 green salad 这是软壳蟹 刚退了壳的螃蟹 刚才还是活着呢 壳好吃了 这是刚退壳的螃蟹 嗯 又是不好吃 好吃不行 后边吃一点 蟹肉 茄子 这是黄鱼 这是章鱼 这是章鱼掌 然后这个是山贝 enjoy 我们最后吃了二百零一块九毛三 荷兰城市里到处都是这样的花车 这又是一个景色 以后来也是青花池 这上面一套最漂亮 他们现在圣诞节的这些小挂件好好看 你看这是那个艺术家的那个小狗 小屋子可以刮圣诞树的 猩猩 刮圣诞树上的瓷球 这个你们小时候有吗 我们家就有一个豆子 青嘴的小豆子 这是荷兰传统的一个造型 这就是荷兰当中插玉鸡香的瓶 好漂亮 你们要来喜欢玉鸡香的也可以买这样的 这么插玉鸡香的瓶各种不样的 看那个插的好花 这有一面墙的油画盘子 这个花的好好看 这个是那写实艺术家的 就是那个 他荷兰有一个写实艺术家 怕的特别特别漂亮 看这些瓷子小摆件 超可爱的 还有熊猫 这是一只熊猫 好可爱 你们看这圣诞树 这固制的好漂亮 这种青花池 的感觉 超美超美超美 超美的 我们也可以做成中国的 这条街都是潮牌 年轻人呢 一些服装店什么的 这荷兰的这些小店都还挺舒服的 好多的潮牌 哎 有一个猫猫 哥哥 两只 荷兰是全欧洲的最大的鲜花出口地 所有历史的那些花店的花都是从荷兰进口过来的 所以荷兰的花卉是很有名的 荷兰的什么有机种植啊 这个特别新进的种植技术 在荷兰本身是农业果 比较厉害 你看这球花的种子 各种球花种子 嗯 在阿姆的老城里 这旁边就是那个W Hotel 阿姆的 阿姆的房子都是斜着的 好多鞋着的房子 中文原文件 我们试 Mona